《孟婷的黄昏故事》 姗姗早已擅自做主 命令保姆把我的东西从房间里扔出来 因为她要住进去 她高傲地对我说 叶淼淼 从今以后你就得从这个家滚出去 你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 你叫了二十几年的爸爸妈妈 其实是我的亲生父母 你偷走了我二十年的人生 是时候还给我了 滚回你原来的家去吧 当个穷鬼 看着她那富得意的样子 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 母亲虽然不忍心 让我两手空空地离开 偷偷塞给我一张银行卡 轻声嘱咐道 渺渺 有什么事 一定要打电话给妈妈 千万别委屈自己 这话被许珊珊听见了 她立刻把卡抢了过去 还在妈妈面前装可怜 妈 您不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真的很不容易 她故作委屈的模样 让我感到恶心 我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根本无法想象 真正的家会有多贫困 当我到达亲生父母的家时 眼前的是一栋破旧的房子 门口凌乱的电线交错 第一反应就是 要是发生火灾 消防车能进得来吗 进了家门 果然是家徒四壁 亲生母亲见到我 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你回来了 家里有点乱 真是不好意思 她的语气 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客人 母亲身后站着一个高瘦的小男孩 眼神窃窃地看着我 姐 我赶紧从行李箱里拿出礼物 送给亲妈的是一个肩颈按摩仪 给弟弟的是一套复习资料 我微笑着说 没关系 多相处就熟悉了 午饭只有青菜面 连一点荤菜都没有 母亲端到我面前时还满怀歉意 对不起 家里没肉了 我看得出这个家确实过得很艰难 但我一点也不慌 抬头安慰母亲和弟弟 没关系 等我发工资了 请你们顿顿吃肉 我笑着补充道 我已经考上了事业单位 有了铁饭碗 豪门会破产 但我的工作不会 弟弟傻乎乎地问 姐 什么是事业编 我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是时候给他普及一下事业单位的概念 并顺便激励他好好学习了 大学时 我主修金融 辅修会计 拿到了双学位 毕业后 养父曾想让我继承家族企业 但我不喜欢豪门地勾心斗角 一心想进入税务局工作 结果幸运地考上了 幸亏我没有接手公司 否则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 不但养活了自己 还能照顾妈妈和弟弟 真是不亏 没想到 第一天上班 就遇到了棘手的案子 许珊珊名下的公司被查 他见到我时 满脸不甘心地对我点头哈腰 办完手续后 我抱着公司的财务账本 准备跟着大部队走时 他突然把我拉到一边 插着腰 趾高气扬地说 叶淼淼 别以为进了事业单位就很风光 哼 我爸妈可是很有钱的 你心里也清楚 别想着恩将仇报 我真是无语 觉得他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 税务局来查账 明摆着账目有问题 我好心提醒 如果我是你 就让会计自查账目 许珊珊却得意地反驳 你少污蔑人了 这些账目都是我亲自做的 要是查出问题 肯定是你搞的鬼 到时候我一定举报你 我白了他一眼 我只按流程办事 你觉得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报 说完 我也懒得再理他 转身下楼回了单位 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晒加班照 而我过上了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 除了家里的伙食不太好 睡得木板床有点硬 厕所太小 其他倒还好 发了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伙食 厨房里堆满了鸡鸭鱼肉 妈妈吓得连连问 苗苗买这么多得花多少钱呢 我想了想 回答 大概三四百吧 妈妈心疼地皱起了眉头 拿起袋子准备退货 你在哪买的 我去退了 我故意加大声音 退什么退 妈妈被吓得赶紧收回手 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苗苗啊 买这么多咱们家吃不完 会坏掉的 我顿了顿 缓缓说 所以我买了个冰箱 应该马上就送到了 正好 送冰箱的人来了 迅速装好后就走了 妈妈还想说什么 被我一个冷眼瞪回去 其实我也不想凶她 但妈妈就是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人 弟弟回家后 看到新冰箱 高兴地转圈圈 不停地开关冰箱 我妈赶紧拍了拍她的头 别弄坏了 不然再买多浪费钱 我爸气地指着桌上的牛奶说 以后每天喝一瓶 不然长不高 弟弟眼睛亮了 抱着牛奶说 姐姐真好 以前的姐姐总是嫌弃我们 我摸了摸她的头 笑着说 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的 我当然清楚李珊珊是个怎样的人 她典型的贤品爱富 脑子还不好使 没想到住了一个月 我终于吃上了一顿肉 实在不容易 弟弟也吃得肚子滚圆 吃饱了 一家人就开始大扫除 把破旧的柜子椅子全扔掉 还有妈妈几十年没穿过的旧衣服 我妈心疼地偷偷捡起来 结果被我抓包 你捡一件 我就扔两件 妈妈无奈地放弃了 垂头丧气地任命 我弟弟也继承了妈妈的抠门习惯 鞋子开胶 尺码小了 也舍不得扔 说还能再穿半年 我鼻子有些发酸 拉着她去买了两双新球鞋 她高兴地晚上抱着鞋睡觉 刚洗完澡正准备躺下 许珊珊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劈头盖脸的大吼 叶渺渺 你是故意跟我作对吗 我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 你的金融公司账目有问题 她气急败坏地回道 我的公司能有什么问题 你就是极度 眼红我 我冷笑道 你的金融公司就跟传销一样 这种模式早就被明确禁止了 而且你账单上的漏洞也太明显了 她回道 好 你等着 我会让你后悔的 这话直接把我逗笑了 我已经这么明显地指出了问题 她还听不出来 她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的 真是没脑子 今天是周末 我刚晨跑回来 就看到我妈沮丧地坐在沙发上 我弟弟也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苗苗 妈妈对不起你啊 我正准备倒水的手 不由得一抖 怎么了 我妈眼眶发红 声音中带着哭腔 我被辞退了 我挑了挑眉 顺手给我妈倒了一杯茶 慢慢说 怎么回事 原来今天我妈去上班时 莫名其妙被老板骂了一顿 接着就被开除了 虽然工资不高 但这是她养活弟弟的唯一经济来源 没了工作 我妈觉得自己拖累了我 也觉得对不起这个家 昨晚许珊珊才打电话威胁我 今天这事发生真是巧合吗 我正这么想着 许珊珊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你妈没工作了 要是你再继续跟我作对 我还有更多让你难受的办法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不舒服 如果你不听话 我让你弟弟也没好日子过 我冷笑一声 直接挂了电话 其实我妈的工作一直都很辛苦 月薪才三千块 真没必要继续为了这份工作卖命 现在倒好 我也不用找借口 劝她辞职了 我掏出工资卡在我妈面前晃了晃 妈 别担心 我现在有一份正儿八经的铁饭碗工作 还怕养不起你和弟弟吗 弟弟现在出三了 快要中考了 你在家好好照顾她 晚上和阿姨们一起跳跳广场舞就行 弟弟怯生生地拉着我的手 姐姐 要不把昨天买的球鞋退了吧 我以后也不用喝奶了 这弟弟真乖地让我心疼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放心 跟着姐姐天天有肉吃 我妈气得拍大腿 眼泪直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多年 说开除就开除 这个月工资还没拿到呢 你弟弟还这么小 你工作也才刚起步 这一家子怎么养得起 听到这儿 我眼睛亮了 赶紧详细问了我妈工作的情况 工作了二十六年 没有签劳务合同 没有五险一金 加班也没工资 很好 我拿出手机开始看装修公司 妈 我想把家里的地板换了 你说是换成地砖还是木地板好 冬天快来了 洗衣机也得安排上 不然多麻烦哪 还有 我这床也太硬了 给我们仨都换个床 我妈呆呆地看着我 渺渺 你怎么了 我微微一笑 妈 你一个月基本工资三千块 二十六年就是七万八千块 再加上应有的三险一金 赔个十万块是没问题的 我妈和弟弟都一联盟 我便开始给他们科普 什么是劳动仲裁 什么是劳动合同 我妈听到可以赔这么多钱 眼睛瞬间亮了 但随即又暗淡下来 上次有个被开除的同事也去仲裁了 但没拿到钱 我抿了敏唇 妈 我可是学审计的 专门查账的 我妈一脸震惊 当然 审计一般是不能直接查私起账目的 为了以防万一 我发了个朋友圈 有没有律师可以咨询点劳务问题 发完朋友圈 我就去洗澡了 等我洗完澡 看到手机上有个备注为学长的人主动联系我 一上来就发了一张律师职业资格证 名字叫宋清燕 正中间是她穿着西装打领带的二寸照片 剃得挺精神的 现实中我没见过这么帅的律师 我主动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包 你好 宋学长 宋清燕秒回 你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我也不啰嗦 直接把我妈的情况说了一下 问能赔偿多少钱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宋清燕回得很详细 至少赔二十六万 其他补偿还可以争取到三至五万 然后她给我发了一封带刚印的律师函 我看着律师函 觉得她真给力 直接发了五百块的红包过去 宋清燕回到 师妹太客气了 有空请我吃个饭就行 我又发了五百块过去 这是我最后的家当了 饭还是得请的 咨询费不能省 宋清燕说 我听说你在东城 我过几天正好有个业务 要不你请我吃饭 我心里明白了 她不是嫌弃给的少 是真心想吃饭 我回了个OK 让她到时联系我 肯定请她吃一顿好的 身边有个律师朋友 很多事能省不少麻烦 吃完午饭 我就带我妈去了她之前工作的地方 我妈不过是个普通文员 打砸跑腿 在那小小的格子间里坐了二十六年 没升过职 没休过年假 连假期都是一个电话叫回去加班 任劳任怨 老板很嚣张 看到我妈就骂道 不是把你开了吗 还来干什么 我妈怯怯地说 我来要赔偿金 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六年 你不能用一个月的工资打发我 老板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打开办公室门大喊 大家快来看看 这个被我开除的废物 还赶来要赔偿金 我没找她 要回这些年的工资 就不错了 我妈瞬间眼眶就红了 吓得一句话 也不敢说 我也明白了 我弟的胆小性格随随了 我冷笑一声 我妈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六年零五个月 你们没跟她签任何劳动合同 没有五险一金 也没有年假 这可是不合法的 老板呸了一声 在我这里上班 爱干就干 不爱干就滚 别跟我扯什么法律 狗屁不是 我挑眉 那我只能申请劳动仲裁了 老板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别跟我玩这一套 我就说没钱 你能奈我何 看来她赖账的把戏 还真是玩得挺溜的 我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老板却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千块钱 直接甩到我妈脸上 嚣张地说 就给这么多 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妈弯腰想去捡钱 我连忙拦住她 低声说 这一千块是她唯一会给的 我拉着我妈坐到旁边的沙发上 拨通了劳动仲裁的电话 简洁明了地说明了情况 顺便提了一句自己是负责审计工作的 很快 劳动仲裁的工作人员就到了 通常劳动仲裁只来三四个人 但这次恰巧他们下午有个会议 顺便来了十几个人 办公室里几乎站不下了 老板愣住了 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仲裁局的同事笑着说 老熟人了 咱们这流程你也懂 赔偿金二十六万 加上五险一金 年价和加班补偿 共计十五万 老板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我没钱 你们看着办吧 仲裁局的同事挑了挑眉 你确定要闹 老板开始慌了 愁眉苦脸地说 一下子拿十五万 我真没有 要不五万行不 要是不同意 我就找律师拖个几年 我妈轻轻拉了我一下 示意我可以答应 我冷笑了一声 从包里拿出刚打印好的律师函递给老板 十五万 一分不能少 这是我的律师函 如果你说没钱 我的律师会申请冻结你的财产 包括你名下的车 房子和公司的流动资金 此外 我的律师还会免费帮其他员工打官司 没签合同就让人上班 随便裁员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申请破产 老板彻底耸了 没在挣扎 立刻给我转账 我指了纸地上的那一千块钱 老板立刻弯腰捡起 双手递给我妈 并一个劲地道歉 还暗示说这件事是有人指使她的 我笑了笑 没有回应 仲裁局的同事向我竖起大拇指 对付这种老赖 你是唯一一个能让他乖乖掏钱的 我妈激动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觉得我太有出息了 走出办公室时 她的腰挺得笔直 那天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去外面吃了一顿好的 还看了场电影 给我妈换了个新手机 给我弟买了几套新衣服 装修公司也很快上门 把木地板装好了 墙面重新铲平 贴了新墙纸 换了吊灯和床 还把原本狭小的厨房 重新装修了一遍 装了抽油烟机 做饭时再也不会烟雾缭绕 阳台也收拾干净了 买了洗衣机和几盆花草 整个家焕然一新 以前 我弟从不敢带朋友回家玩 这次却主动说要邀请同学来 妈妈感动得热泪盈眶 渺渺 妈妈这辈子都没想到 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我笑着帮她擦去眼泪 妈 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弟竖起大拇指 姐姐 你真厉害 周一上班时 主任带着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了许珊珊的金融公司 因为我是新人 主任让我全程负责对接 毕竟年底税务局都很忙 要我早点熟悉业务 许珊珊看到我 气得咬牙切齿 但还是给我倒了杯热水 得意地说道 叶小姐 这办公室只有热水了 你不介意吧 天气三十七点八度 还配上滚烫的热水 真是绝了 我笑着点头 大姨妈来了 喝杯热水正好 几位女同事也纷纷要了热水 气氛一时有些微妙 上次我们拿了今年的财务报表 这次是来审核会计凭证 账本和财务报告 我看了看报告 简明恶药地指出 你这报表显示的利润太高了 有非法集资的嫌疑 许珊珊不屑地瞪了我一眼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同事们都愣住了 像看傻子一样盯着她 连手里的水都放下了 一个人居然敢对着审计人员说这种话 简直脑回路轻奇 看我没回应 许珊珊继续炫耀 这个理财产品年利润率才40% 我们和国外公司合作的 年利润率40% 她还得意洋洋地补充 我们还准备响应政策 做养老公寓项目 已经有很多老人投资了 接下来还打算进军收藏品市场 国内这块市场很大 听完她的话 我差点惊掉下巴 连局长都坐直了身体 嘴角露出一丝抑制不住的笑 我无奈地问 你和公司高层商量过这些项目吗? 许珊珊得意地扬起头 我是公司法人 一切我说了算 说完 她起身示意送客 好了 没其他事吧? 我很忙 我也站起身 你倒是能休息两天了 许珊珊疑惑地问 为什么? 我笑着说 因为你要接受我们局里的调查 许珊珊愤怒地喊道 凭什么? 我认真解释道 首先 咱们国家的金融投资只要年利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就有非法集资的嫌疑 而你这百分之四十 已经超了两倍 其次 国家禁止打着养老的旗号 以高回报引诱老年人投资 至于你最后说的收藏品项目 也是明令禁止的 最重要的是 你刚刚亲口承认 这些决策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你需要去接受调查 许珊珊彻底猛了 她自己刚刚亲口说出的这些行为 已经踩到了多条红线 简直无语 我回到办公室 主任很高兴地说 大家这两天辛苦加班了 今年的年终奖可得靠许珊珊了 这两天我们忙得昏天黑地 终于把许珊珊公司的账目查得一清二楚 大家都喜气洋洋 年终奖看起来很丰厚 正准备去吃午饭时 送清宴的信息来了 我刚到东城 中午方便一起吃饭吗 我回复 没问题 挺方便的 问了她喜欢吃什么 我在附近订了家香菜馆 照了照镜子里憔悴的自己 我默默去了洗手间洗了把脸 抹了口红 回家换衣服 已经来不及了 再说 连律师证上的照片都能修得那么好 真人能有多大差别 见面后 我看着对面的宋青燕 忍不住默默咽了口水 她精致的五官 高挺的鼻梁 那双黑白分明的桃花眼 再加上分明的下额线 简直不输那些当红的流量明星 宋青燕有些害羞 叶师妹比以前更可爱了 我看着茶杯中映出的自己 头发有点乱 用手爬了几下 今天完全素颜 连口红都吃掉了 身上穿的还是普通的套装 忙了三天 连衣服都没换 皱巴巴的 可她居然还能说这种违心话 我扯出一个笑容 这家店的口水机很有名 你有什么忌口吗 宋青燕说自己不挑食 倒显得有些含蓄 跟我印象中的大律师不太一样 看到她吃香菜 辣得额头冒汗 我问她 不热吗 还穿着外套 宋青燕点点头 确实有点热 我笑了笑 那把外套脱了吧 她这才反应过来 把外套脱下 我递给她纸巾时 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 没想到她的脸立刻红了 我不由地笑了笑 吃完饭 我刚想结账 却被告知已经结过了 我不是说好我请的吗 宋青燕立刻接到 那不如晚上你再请我吃一次 她的桃花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似乎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 我刚要开口 手机响了 我还以为是许珊珊打来的 结果是个陌生号码 说我弟弟在学校打人了 要我立刻过去 我赶紧伸手拦车 送学长 我弟弟在学校打人了 我得先走了 她马上说 我送你 我有车 现在这个时间不好打车 我也没拒绝 上了她的车 一辆新款奔驰 价值三百万 我还记得大学毕业时和室友讨论过这款车 说有钱了 一定要买下它 到了学校 我一进办公室就皱起了眉头 我弟弟和一个大胖小子站在一起 那个胖小子比我弟弟胖了两圈 我弟弟病奄奄的 嘴角还带着血 脸上有几个红肿的巴掌印 校服也扯坏了 可胖小子红光满面 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 许珊珊也在 穿着一身高档定制服装 满脸不屑地看着我 你弟弟打了人 他们要你赔偿十万块 不然就让你弟弟休学 我没理他 半蹲着给我弟擦拭嘴角的伤 疼吗 我弟红着眼眶 再也忍不住 抱着我哭了起来 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安抚好他的情绪后 才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和姐姐好好说 我弟抽气着解释 中午他打饭时 胖子莫名其妙撞了他 胖子反倒让他道歉 还要他给他买饭菜 可他饭卡里只有三块钱 根本不够 胖子的父母 鼻孔朝天地说道 你们赔十万块 再让他给我儿子下跪道歉 这事就算了 班主任也附和道 这是校园七零 如果传出去 你弟弟可能就没学校敢收了 许珊珊冷嘲热讽地看着我 十万块对你来说 是大事 但对我来说 不过是毛毛雨 只要你别调查我公司的事 这是我就帮你解决了 他简直脑子有问题 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审计员 他居然觉得 我能撼动整个局 我弟抓住我的手 急着说 姐姐 我没事的 就算不读书 我也可以去搬砖 我能养活你和妈妈 这小小年纪 到底是谁教他这些的 许珊珊继续嚣张地说 我可是堂堂夜市集团的大千金 身家几个亿 你们最好乖乖听话 不然我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 我弟有些紧张地问 姐姐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翻了个白眼 心里骂了一句 主的 我走到班主任面前 伸出手 班主任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叶童的姐姐叶淼淼 现在做一些审计工作 班主任愣了一下 立刻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你好你好 我淡淡地说道 最近他公司因非法集资正在被审查 没别的意思 随口一提 我接着说 我弟在学校欺凌同学 班主任立刻变脸 误会 误会 全都是误会 夜童表现得特别好 倒是这个小胖子 经常喜欢欺负同学 胖子的父母立刻急了 李老师 你别胡说八道 你包庇学生 不振之风助长起来的话 我不但告他们 还告你 今天这十万块钱 一分都不能少 少了我就请省里最好的律师告到底 一直站在旁边的宋青燕 终于开口 嗯 找我 他这话一出 办公室里的人都有些猛了 宋青燕拿出律师证给大家看了一眼 然后发了一张名片给每个人 我是律师宋青燕 这件事我已经了解清楚 律师函待会儿会直接发给你们 很明显 胖子的父母认出了宋青燕 瞬间就粘了 许珊珊攥紧名片 恶狠狠地说 我小看你了 叶淼淼 没想到你随手带个律师还挺管用 事情解决得很简单 胖子的父母赔偿我弟五万元精神损失费 胖子还得当着全校同学的面给我弟道歉 并且要写公开信 解决完事情后 我心情大好 清空了购物车 买了超大的液晶电视 电脑 还有学习机 顺便给我弟报了个兴趣班 每周再给他两百块零花钱 临走前 许珊珊还不忘威胁我 叶淼淼 你给我等着 我无所谓地打开购车软件 看看最近有什么新款车 晚上回到家 弟弟已经兴奋地 把下午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了我妈 我妈红着眼睛看着我 渺渺 还好有你 不然我和彤彤怎么办 我看着桌上的红烧鸡 笑着说 那以后家里的鸡腿都归我了 于是我妈和弟弟各自给我夹了一个鸡腿 我又给他们夹了回去 行了 大家都好好吃饭 晚上 我们一起看新电视 超大的夜晶亭 咱们让邻居都来围观 我妈骄傲地向大家炫耀我是她亲生女儿 邻居们也纷纷感叹 这个女儿比之前那个强多了 那个白眼狼拿了抚恤金就跑国外去了 我切好西瓜递给弟弟 随口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弟弟接过西瓜 小生在我耳边说道 五年前爸爸出车祸 保险公司赔了一百万 他拿着这笔钱直接去国外留学了 当时家里连葬我爸的钱都没有 还是我妈去借的 他病倒了好几天 也不敢去医院 硬是在家里躺着才缓过来 弟弟接着说 以前家里但凡有点好东西 全都是爸妈省下来给他用 我嘴里的西瓜顿时失去了甜味 看着妈妈病脚的白发 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正想把西瓜子吐掉 弟弟忽然伸手准备接住 姐 你吐我手上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 给我拿个垃圾桶就行 弟弟马上屁颠屁颠地跑去拿垃圾桶 回头问我 姐姐 你会永远陪着我和妈妈 对吧 我点了点头 当然 弟弟高兴地坐在我旁边 给我捏肩膀 妈妈送完邻居回来 看到弟弟在看电视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这电视平时不能开 会影响童童学习 弟弟一脸无辜地看向我 我也点头附和 确实 看电视会影响学习 妈妈听了很开心 正要关掉电视 我却笑着补充道 所以我给童童买了一台电脑 叶童激动地跳了起来 妈妈无奈地叹了口气 苗苗 你不能这么宠她 她这次考试才排全校三百多名 我不以为然 这钱都是保险公司赔给童童的 给她买个电脑怎么了 这台电视机也是用童童的钱买的呢 妈妈沉默了 我起身搂住童童的肩膀 走吧 姐姐这个双学士的学霸给你辅导功课 保你以后成为大学霸 全家人都笑了起来 其实我弟弟挺聪明的 只是之前家里发生了太多事 让他静不下心来学习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 加上电脑的新鲜感 考上重点高中不成问题 我给他讲解完功课后 随手翻看手机 和宋青燕聊了几句 宋青燕发信息说 我最近调到这边了 你附近有房子出租吗 我挑了挑眉 回复道 我这片区环境一般 城北那边房源多 环境也不错 老实说 我之前也挺嫌弃这里的环境 但住久了 发现邻里关系挺好的 况且 妈妈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也没必要搬走 过了一会儿 宋青燕发来消息 我就在附近住 你那里比较近 我笑了 真的吗 没再逗他 我明天问问我妈 不过这里停车位很少 你的豪车可能会有点危险 宋青燕秒回 没关系 看着他的回复 我忍不住轻笑出声 弟弟凑过来看着我 姐姐 你谈恋爱了吗 我忙把手机藏到背后 你别乱说 弟弟一副了然的表情 是今天下午那个律师吧 他长得真帅啊 姐 她真的是律师吗 我还以为是明星呢 妈妈最近在广场舞里是05 认识的人多 找房源 简直易如反掌 她给宋青燕找了六个房源 结果她偏偏选了最差的那一个 但也是离我最近的 正好住在对门 妈妈客气地问 宋律师晚上要不要来家里吃饭 于是 当天晚上 宋青燕就带着碗筷过来了 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饭桌上把她家的情况问得一清二楚 宋青燕家在京城 虽然住得远 但她打算以后定居在这边 她和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公司的秘书是男生 父母常年在国外旅游 很少回家 她的爷爷奶奶是反聘的大学教授 最重要的是 她单身 没谈过恋爱 喜欢有孝心 责任心的学霸型女孩 我弟弟看着我说 干脆把我姐的身份证号告诉她 算了吧 宋青燕听完脸红了 我扑吃一声笑了 加了块红烧鱼给她 妈妈细细打量着宋青燕 神色有些犹豫 宋律师 这事儿讲究门当户对的吧 宋青燕有些憨厚地回答 门当户对的 我接话道 怎么不门当户对 打开门 这个走廊不就是她家了 妈妈笑了 真是门当户对 住得近倒是方便 以后我也不用走十几分钟去坐公交车了 不过 宋青燕的豪车最近被划了好几道痕 我问她 你不心疼吗 她淡淡一笑 车是用来开的 心疼什么 我打开化妆镜 从包里拿出口红涂了图 整理了一下衣服 宋青燕抿了抿唇 有些犹豫地问 你待会儿不是要上班吗 我严肃地回她 上战场 我接下来要去处理的是许珊珊的公司 我熬了个通宵 把她公司的账目、财务报表和税务整理的一清二楚 主任看到我带来的厚厚一叠资料 竖起了大拇指 大家都要向叶淼淼学习 这可是拼了命的热爱工作呀 今年的年终奖你功不可没 她说完 还给了我一张超市购物卡 正好家里的零食都吃完了 我很满意 不过 许珊珊可不满意 前几天她刚被调查完 今天上班就看到我们乌泱泱的一群人 顺便还带来了封条 把她公司贴了个严严实实 为了不让她手凉 还贴心地给她戴上了手铐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许珊珊还没反应过来 我缓缓开口 以确认珊珊经济有限公司涉及非法集资 虚假养老安置 受害人数达一千二百人 目前 公司的全部资产将由法院拍卖 用于赔偿受害者 现在正式宣布珊珊金融有限公司破产 许珊珊听完 满脸猙獰地扑过来大喊 叶淼淼 你这个贱人 等我出来了 一定不会放过你 同事们赶紧拉住她 防止她继续胡闹 我冷冷地抱着胳膊 好啊 我等你十年以后再来找我算账 听到最少十年的刑期 许珊珊彻底慌了 在被押上车之前 她疯狂地挣扎着向我道歉 叶淼淼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作对了 只要你放我一马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她说着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猛地甩开了抓着她的人 拼命地跪在地上磕头道歉 脑袋磕得红彤彤的 我叹了口气 许珊珊 到现在你还没弄明白 不是我把你送进去的 是你自己非法集资作死 她脑子不太灵光 依旧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真是好奇 她这样真的在国外留过学吗 晚上下班 宋青燕准时在公司楼下等我 我好奇地问 你们律师不是都很忙吗 宋青燕淡淡地回答 哦 他们是挺忙的 我是老板 听完我就无语了 直接转身去超市买了四大袋零食 心满意足地回到家 弟弟开心地接过去 还不忘说 谢谢姐夫 宋青燕听了脸 一下子就红了 这不是我买的 我敲了敲弟弟的头 吃东西也堵不上你的嘴 随后问道 妈 咱们晚上吃什么呀 说完我看到我妈坐在沙发上 不停地擦眼泪 我低声问弟弟 怎么回事啊 弟弟解释 妈妈在法治频道看到了关于非法集资的节目 说要判刑坐牢好久 还看到了你在执行公务 我摸了摸她的头 那你怪我吗 弟弟仰头认真地看着我 姐 我为什么要怪你 要不是你 我和妈妈哪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那些人都是自作自受 活该 我打湿了一块毛巾给我妈擦眼泪 我妈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欲言又止 我搂着她的肩膀说 妈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过了一会儿 我妈才说道 淼淼 妈妈谢谢你 饿了吧 妈妈去给你做饭 结果刚站起来 就看到宋青燕已经围着围裙在厨房炒菜 弟弟在旁边帮忙 看起来很和谐 我妈心情好了一些 说道 淼淼 你年纪也不小了 我随口接了一句 那是不是该死了 我妈一巴掌拍在我头上 呸 你再胡说 我打断你的腿 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腿 老实了 宋青燕的厨艺很不错 速度也快 不到半个小时就做好了四菜一汤 还有一道红烧鲫鱼 正准备开饭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我走过去一看 竟然是我的养父母 我愣住了 养母一看到我 眼泪立刻流了下来 渺渺 这些天你过得好不好 养父虽然没说话 但眼中的关切难以掩饰 我笑着拉着他们的手 爸妈 你们这是赶着饭点来的 弟弟乖巧地搬来了两张凳子 还好前几天换了一张大桌子 不然还真没地方做 宋青燕又去厨房做了两个菜 我妈显得有些拘谨 养母拉着我妈的手笑着说 咱们别客气 其实我们早就想过来拜访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今天才过来 看着他们 我知道其实是因为许珊珊作妖 才一直耽搁 我妈这一顿饭吃得小心翼翼 似乎害怕养父母是来找我麻烦的 养父话还是不多 但看宋青燕的目光满是满意 吃完饭 大家坐在沙发上 养父母终于说出了正题 养母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苗苗 这次来 妈妈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乖巧地点头 养母犹豫了片刻才说到 就是那个珊珊了 她做的事我们也知道不对 犯法了 但她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点了点头 爸妈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但你们也知道 我只是个普通的审计员 我之前也有暗示过她 让她找个会计 重新整理账目 可她根本听不懂 要是她的野心没那么大 不想着上市 现在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养母叹了口气 随即埋怨养父 当初为什么要把公司交给她 她年纪还这么小 现在好了 孩子也进去了 养父有些无奈 当时不是你说 珊珊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让我放心交给她吗 出事后 我去查 才发现她只是买了个国外的假文凭 根本没出过国 原来是买的假文凭 我心里暗想破案了 送养父母回去后 发现我妈脸色不太好看 我挑眉问 妈 你怎么了 弟弟一边吃着冰激凌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妈觉得比不上你 养父母可能觉得对不起你 我笑着搂住我妈 妈 这有什么好比的 要不是有你 我怎么可能出生呢 对吧 我妈依旧有些难过 他们能送你车 而我连工作都没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宝马车钥匙 妈 你都看见了 那还等什么 我带你们去兜风 弟弟一听 高兴地跳了起来 但我妈却没动 我轻声安慰他 妈 你是我亲妈 这件事谁都改变不了 同样的 养父母也养了我这么多年 要一下子割舍也不可能 你们家起来都一百六十岁了 平时我放假了就带你们一起去爬山兜风 旅游不好吗 我妈有些自卑地问 那他们有没有瞧不起我 我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他们还说 你把儿女交得很好 感谢你都来不及呢 这辆新车是养父早就给我订好的 国内只有三辆 本来是想当作我的毕业礼物的 但拖到了现在才给 养父一直对我很好 很尊重也理解我 当初我离开时 他在出差 后来还给我发过信息 偷偷打钱给我 养母心软 许珊珊又能耍手段 每次养父想来看我 都被他找各种借口挡住 年终奖很丰厚 虽然我是新来的 但待遇和老员工一样 我把这些钱全给了我妈 我妈有些惊讶 你们年终奖这么高吗 我笑着说 这还得感谢你前女儿的帮助 要不是有车了 这年终奖再不点钱 就能买辆普通代步车了 许珊珊还真是我的福星啊 晚饭时 宋青燕突然问 公司要发年终奖品 渺渺 你说大家都想要什么 我随口说道 烤箱 平板 手机 笔记本 第二天 宋青燕果然拎着一堆东西来了 都是我昨天提到的那些 她解释说 公司年终奖品采购多了 我就带过来了 我瞇了瞇眼 半信半疑地看着宋青燕 真的 宋青燕不敢指示我 轻轻应了一声 嗯 我是律师 这和我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她倾咳了一下 补充道 所以我不会撒谎 我弟和我妈在一旁磕着瓜子 看着我们俩 满脸乙母笑 过年的时候 我把养父母也接了过来 家里热热闹闹地吃了团圆饭 宋青燕和我爸在下象棋 我和两个妈妈带着我弟一起打麻将 国粹要从小培养啊 我不有感叹 你们家虽然不大 但真的很温馨 我搂着养母 笑嘻嘻地说 对面那套房子已经给您和爸留了房间 今后你们有空就过来住 咱们每天一起吃饭 晚上你们三个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 我弟好奇地问 姐 对面不是姐夫的房子吗 我笑着点头 对啊 你姐夫的房子不就是我的吗 我弟竖起大拇指 没毛病 宋青燕微微靠过来 带着笑意说道 过完年 我就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 养父母不高兴了 我们家闺女还用得着你送房子 我们早就给苗苗在西郊买了别墅 宋青燕不再争辩 只是紧紧牵着我的手 弟弟好奇地问 姐夫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姐的呀 宋青燕正了正神色 一双漂亮的眼睛里满是认真 高中时 我是新生代表 而你姐是学生会会长 当时她负责维持秩序 我是学霸 年级第一 还在奥数比赛中拿了省礼前三名 不过 你姐姐特别高老 心思全在学习上 我们几个男生喜欢在晚自习前打篮球 因为她吃完晚饭 总会和女同学一起散步 宋青燕顿了顿 继续说 我知道她对清华感兴趣 那年 我们学校成绩不错的男生大多抱了清华 不过法学院和金管学院隔得太远了 原来我高中时这么受欢迎 但为什么没人追过我呢? 宋青燕解释道 因为你是女神 大家都不敢追 好吧 这个解释我还能接受 再次见到许珊珊 已经是三个月后了 在法庭上 她是被告人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趾高气阳 整个人唯米不振 她乖乖认罪 这样还能判得轻一些 因为 她认错态度良好 又及时赔偿 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所以只判了十年 如果表现良好 后期还能减刑 许珊珊的律师告诉我 她想见我 我隔着玻璃 看着她那憔悴不堪的样子 心里五味杂陈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无奈地说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许珊珊突然大笑 带着几分癫狂 叶渺渺 我恨你 我恨你 凭什么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还过得这么幸福 现在你拥有的一切 本该都是我的 我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许珊珊 要不是我爸妈 你能从小过上优渥的生活 能考上公务员 有个铁饭碗 这一切都是我的 你欠我的 我冷笑道 我欠你什么 从小我就认真读书 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 从小学 初中 高中到大学 我一路保送 拿着奖学金养活自己 我承认养父母对我很好 但我爸妈对你不好吗? 你拿着我爸的抚恤金买了个假文凭 而我爸下葬时连快目的都没有 我妈重病卧床时 你四处找人借钱 这一切到底是谁亏欠了谁 我爸妈到底做错了什么 值得你这么对待他们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一番话说完 许珊珊彻底崩溃 歇斯底里地喊道 我才是千金小姐 而你不过是个丑小鸭 凭什么你永远都这么高傲? 她被警卫带走了 而我却陷入了沉思 回到家后 我打开电脑 在初中和高中的同学花名册中找到了许珊珊 她瘦瘦小小的 存在感很低 也许我们曾在某次活动中见过面 或者她曾站在人群中看着我 这或许就是一场无望之灾吧 在我的辅导下 成绩年级三百名开外的弟弟 像开挂了一样 一路冲进了年级前五十 接着是前十 最终在升学考试中拿了年级第一 我攒了大半年的工资 给我爸买了一块木地 站在墓碑前 看着黑白照片里的陌生男人 我心里涌起一股熟悉感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我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爸 女儿不笑 来晚了 我妈扶起我 别哭了 结果她自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女儿有出息了 现在全家过得特别好 儿子也考上了重点高中 宋青燕向我求婚了 未来的婆婆给我带了一箱珠宝 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婚礼当天 场面格外热闹 养父母和我妈推辞着谁上台 我索性摆了五把椅子 这五人份的红包一个都不能少 我弟弟牵着我的手 缓缓走向舞台 哭着对我说 姐姐 要是姐夫对你不好 你就回家 我看着不远处走向我的宋青燕 在看着台上笑吟吟的五位老人 笑着点头 我一定会很幸福 很幸福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萧丹前来与姑娘相亲 来人面容俊美 西装笔挺 此刻正朝着缩在沙发里的我 僵硬的微笑 不是大哥 你从电视里钻出来的那人挠挠头 姑娘不看真子吗 鬼都是从电视里出来的 我又往角落里躲了躲 靠北了 爷爷 你真是坑 孙肖善见状有些不知所措 急忙解释 你别害怕 我没恶意 是你爷爷突然找到我 他问我 老肖 你要老婆不要 我长这么大 还没谈过恋爱就点头了 他声音越来越低 我真没想到姑娘是个大活人 我一脸黑线 我也没想到你是个小小死鬼 气氛越来越尴尬 我正想着如何破冰 谁知他一屁股坐在我旁边 竟然主动大话 哇 你喜欢看丧尸片吗 他突然冒出了惺惺眼 丧尸真的超可爱 我勉强地牵了牵嘴角 太假了 也不知道刚才把拦路的丧尸像拔萝卜似的一个个丢出去 然后顺势爬出电视机的是谁 突然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从怀里掏出一个更铁给我 我诚惶诚恐地双手接下 宣纸上写着俊秀的簪花小凯繁体古文 我看不太明白 里面夹着的明片则好懂很多 上面除了肖善的证件照 就只有一句话 因曹思首席执行官 我抬头打量他 肖善察觉到我的目光 一脸娇羞地低下头 老爷子说 你们现代人不大看生平 所以我特意做了明片 方便姑娘了解 我在银都城有三套房 为了迎娶姑娘 在下特意在望香台附近买了个独栋小别墅 姑娘成亲后可以在此处眺望杨氏家众 以解乡愁 我打断他 肖善 我不想和鬼谈恋爱 我有编制 抱歉 我一百八十八八块腹肌 我殷勤地伸出手 你好 我叫林玲 很高兴认识你 工作原因 我很少和男人打交 我们两个人将坐在沙发上 眼神在对面的镜子里偶尔交错 竟有些莫名的暧昧 我迅速低下头 只见肖善手里端着一碗西瓜 冷冷的寒气从掌心涌出 在红色瓜嚷上结了一层细细的霜 你家里几口人 我率先开口 以前的家人都转水轮回了 现在就剩我一个 我暗暗点头 没有婆媳矛盾 那你之前谈过几个? 肖善神色微动 我 我没谈过恋爱 哟 还是躲含苞待放的小牡丹 我转头瞧着他 刘海下是一双寒情木 长发极腰 高鼻梁 薄嘴唇 胸前鼓鼓囊囊 再往下是被腰疯估着的尽瘦细腰 再往下 嗨嗨 我脸有些烫 我故作镇定 慌乱道 那个你一动不动腰不酸吗? 肖善微微汗手 姑娘 在下这是湿疆了 动不了的 他似是怕我嫌弃 慌慌张张解释 但是你放心 不影响使用的 我眼见话题朝着不对劲的方向发展 连忙转移话题 你和我相亲是瞧上我哪一点了? 肖善温柔地笑了笑 看上去人畜无害 你爷爷说你是个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好孩子 说我见了一定喜欢他飞快瞥了我一眼 老人家果然没说错 我甘笑两声 是吗? 我爷爷居然是这么说的 面朝黄土被朝天 不愧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男红娘 真是长了一张颠倒黑白的嘴 肖善茫然抬头 怎么了? 不对吗? 我坦诚道 我考古队的 靠挖别人家祖坟吃饭 这怎么不算面朝黄土被朝天呢? 肖善拍手道 盗墓贼好酷啊 我一脸黑线 咋感觉被骂了? 他突然起身 指着壁橱上的几张照片兴奋道 所以这些都是你工作时候拍的喽 是啊 生怕他湿江走路不方便 不小心栽在我家受了伤 于是我一路小跑赶到他身边 呼得靠近他时 一阵凛冽的寒气扫过 再一瞧 削善那张俊俏的脸 百里透清 这张也是你 他冷声道 顺着他的视线 是一张有些年头的照片 照片里的我举着考古队的旗子 身后是一方巨大的棺果 远处还围着警戒线 那是我第一次下地工作的纪念照 怎么那好像是我的木坏了 我把相亲对象的焚绝了 这咋办 在线等 急 我眼急手快 立刻把他推回电视前 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去了 萧丹歪头 显得有些无辜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什么意思 他指着闪着五颜六色的澳门新普京字样的盗版电影 下一秒 屏幕突然变黑 只剩下一行小字 您的资源不见了 萧扇危险地笑了笑 盗版网站刚刚被查封了 所以姑娘给再下一个交代吧 我木然 什么交代 萧扇栖身逼近 巨大的身影将我围困在墙角 我的亲人都已经入了六道轮回之中 而我却留在殷似百年 猜猜为什么我紧张得咽口水 不会是因为我绝了你的坟吧 萧扇笑意更浓 答对了 真聪明 娘嘞 我本事这么大吗 感受着萧扇冰冷的鼻息 我突然一阵心虚 但依旧耿着脖子嘴硬道 那咋了 那人吃笑一声 你绝了我的坟 自然要给我一个家一个家 这不好吧 毕竟人鬼殊途 你既然回不去了 那我就睡在那间房吧 他打断我 飞快朝着客房飘去 我慌了 急忙跟在他身后 一边跑一边劝 不是哥 男女瘦瘦不亲 我不会欺负小姑娘的 我家地方小 我就喜欢小房间 咱俩没结果的他突然站定在门口 任我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 我抬头看向他 消闪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面露蕴色 那又如何 他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人看起来一碰就碎 你就这么讨厌我 听到他颤抖的声音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你怎么会这么想 那双清澈的毛子 如今仿佛要在我身上 啄出一个洞来 他委屈到 从一开始 你就一直在推开我 伸出的手微微一顿 这真不怪我 谁家突然进来个陌生男人 心里都会戒备 更何况面前这位还不是人 我张了张嘴 只觉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 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啪哒啪哒 眼泪顺着消闪的脸颊缓缓流下 一个近一米九的男人 竟然在我面前哭得唯唯曲曲 该死 我最喜欢 不 我最见不得男人哭 奈何我笨嘴捉舌 愣是憋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只得轻声哄道 别哭别哭 眼泪是珍珠 萧丹错愕地抬头 半嗓 转身进了客房 门不清不重地关上 我迟疑地站在原地 突然笑了 嗨 男人还挺好哄的 不对 他就这么水灵灵地住进我家了 坏了 风轻轻月而明 将睡未睡时 我总感觉 有人在温柔地抚摸我的头顶 于是在梦里 我看见了许久未见爷爷 老头子见了我 兴奋异常 直拉着我的手 大孙人见到了 感觉怎么样 我挠挠头 消煞吗 不好说 爷爷错愕道 你不满意 上次我给你托梦说要给你介绍对象 你自己说要介绍个鬼的 大脑突然当机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反应过来 不是我说的是介绍个鬼啊 不是让你给我介绍鬼爷爷也不恼 摸着胡子 一脸得意 你当我不知道啊 你这孩子 表面上对说媒不感兴趣 背地里却忙不迭给我送资料 多亏了你烧来的照片 爷爷吸了口汗烟 吐出一股浊气 现在地府有不少青年才俊都对你方心暗许 正好你也来自己挑挑 我当场实话 什么照片 爷爷拧着没思索 就是前几天夹在纸钱里一起烧过来的那张 好像是你上初中的自拍照 忘了 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 随后递给了我 是一张非主流时代的大头贴 照片里的我后刘海挡住了右眼 缩在袖口里的手捂着嘴巴 自信地朝着镜头 Wing最上面炫彩的三个大字 忘了爱 闪得我心慌 我两眼一黑 这段黑历史 我明明都销毁了 没想到 居然还有漏网之鱼 更要命的是 它成了我相亲用的照片 这得吸引到什么鬼东西 我恍然大悟 果然吸引了鬼东西 爷爷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 宽慰道 乖孙 总会有人 从你炸裂的皮囊下看到你有趣的灵魂 我双目无神 心如死灰 谢谢你 爷爷生怕我不高兴 连忙说 不信是吧 爷爷给你看 他翻出来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都是标注 虽然你快三十还没个半 但是乖孙要对自己有信心 追你的人从这里排到了奈何桥 爷爷带上老花镜 仔细地找了起来 诺 这个很不错 男 二十一岁 死因车祸 死相不大好看 但有编制 是六岸公曹司搞文职的 这个也行 三十岁生前 被他老婆捂死的 胜在死得挺干净 就是脸色不大好 泽泽 这个不行 区区个妖名时 没前途 他捧着小本本 最终在写着消散那页停下 随后满意地点头 还是这个好 这个来头可大 据说是阴曹 私下一任的负责人 年纪不大 就混到中层了 很有前途啊 我一脸无语 爷爷 不管怎么说 你都不能给你孙女介绍姻亲啊 爷爷摇了摇头 表情老道且神秘 你不懂了 找对象这是赶早不赶晚 何况人总有意思 爷爷先把坑给你站上 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正当我自觉无聊 转身欲走时 爷爷却急忙叫住了我 乖孙 我欣慰地回头 爷爷你终于知道 这是不靠谱了 小老头向我招手 扯着喉咙大喊 回头让你奶多少点钱 底下通货膨胀了 钱不够花 爷爷的声音 越传越远 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撑 我睁开眼 已经早上六点半了 爷爷的话 还在我脑海浮现 真到俩人生离死别时 活着的那个得多受折磨 你俩直接当一对快活的鬼夫妻 人都送到你跟前了 剩下就看你选择了 我摇了摇脑袋 想把这些话从脑海中甩出去 却听到厨房似乎有响动 进贼了 我慌忙跑出卧室 刚一到厨房 我当场愣在原地 只见肖善上半身只穿了一件围裙 发达的手臂线条 随着颠勺的动作梳张 半遮半掩的布料下 胸肌若隐若现 奇猛了 这是什么情趣 快勾引我 呵 男人 肖善看见我 亲切地笑了 笑醒了来吃早饭 两行笔血刷一下流出来 她成功了 简单抹了把脸后 我颠颠从卫生间跑出来时 肖善已在餐桌前乖巧做好 怎么流笔血了 我含糊道 天气太干了 肖善笑得灿烂 快吃吧 饭都要凉了 我这才发现 面前满满一桌的菜 我惊讶 都是你做的 小厨娘她也不恼 只顾着给我承舟 嗯 我也不能在姑娘家里白吃白住啊 嗯 说得诚恳 我看着那薄的透光围裙 心里暗暗道 还是个不正经的厨娘 肖善顺着我的目光 看了眼自己的胸口 喜欢脸颊立刻扫上两片飞红 我害羞点了点头 秒钟滴答作响 气氛有些微妙 半晌 肖善吃笑出声 突然拿起一件外套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她傲娇地仰起下巴 不给你看 我嘖嘖两声 哟 还害羞上了 肖善把小瓷碗推到我面前 别停了 趁热喝 没有多想 我拿起碗就要一饮而尽 突然 我心里怪异地紧 似乎是想到什么 我立刻疑惑问道 你从哪里找到的奶粉 我家明明没有奶粉 肖善蒙蒙地指了下冰箱上面的盒子 诺 那个 我头皮一紧 此晚顺势滑落 碎了一地 那是我爷爷的骨灰 爷爷再一次入梦 小老头火冒三丈 抖了抖汗烟袋 坐在儿时老屋的门檐上 破口大骂 娘的 苟日的孙女婿 骨灰能荡成奶粉 她不知道骨灰盒长什么样吗 天生的蠢材 老头子 我就不该把这号人物介绍给我大乖孙 说吧 她立刻掏出小本本 又开始挨个给我物色相亲对象 我不敢告诉爷爷 他的骨灰盒被蚂蚁啃漏了 自己的骨灰现在正安放在奶粉罐里 为了避免漏线 我只得兴兴地跟着老爷子骂肖善 看来你也对他不满意 那老头子 我就再给你介绍个别的吧 我回过神来 什么什么不满意 爷爷意味深长道 哦 那就是相当的满意 对上爷爷看透一切的目光 我的倔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谁说的 我才没有 老头别嘴 那我给他通个信 让他赶紧回来 别在尘世耽误我孙女了 哎 一听到萧扇要走 我慌乱道 大可不必 他在这里挺好的 你也得问问人家愿不愿意离开 爷爷恼了 你这一会儿一个样 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我只觉得心似乎就在了一起 一团一团的 乱得很 我不敢去看爷爷 搪塞到我 挖了人家的坟 本来就欠人家的 等我过两天 把他送回坟里 落叶归根 也好让他无牵挂地离开 爷爷嘴角抽了两下 他什么也没说 呼得化作了一缕烟飘走了 禅鸣声此起彼伏 我已在床头 只见窗外矮牵牛开的正声 老人常讲 入土为安 爷爷被人破坏了 骨灰上要大发雷霆 那如果有人坟都被绝了 绝坟暴湿 是个鬼都要恨死我了吧 我悄悄他拉着拖鞋出去 远远看见萧扇蜷缩在沙发里 睡得安静 月光微凉 打在他苍白的脸上 似是睡得不安稳 小扇子似的睫毛一个劲的颤 鬼不需要睡觉 我不去拆穿它 只是默默绕过去 走到壁橱旁那张照片的边缘起了毛边 想来是被某人翻来覆去的日日端详许多次 他在我家的这段日子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俨然是一副男主人的做派 他身为一个游魂 本就没有人的欲求 可衣食住行 无疑不再迁就迎合我 我对他的愧疚越来越深 工作地离这并不远 明天刚好是休息日 我心里暗暗思存 已经想好了对策 第二天 我急匆匆拉着肖善出了门 为了不让他过分惹眼 我特意让他换下那身板板正正的西装 随手扔给他一件宽松的短袖外套 饶事如此 肖善宽肩窄窄腰的男模身材 也收获了不少回头绿急腰的长发 放荡不羁地甩在肩后 一副拽搁的座态 相比之下 我的大短裤和拖鞋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同样的 我也收到了不少充满艳羡的目光 仿佛在说 这女的可真有钱 我沉醉于这种美丽的误会 大大方方顶着神秘富婆的身份 昂首挺胸 三趟街的路走的那叫一个虎虎声微 哎 灵姐 今天是你值班同事 小刘抬头看见我惊讶到 随后看见肖善便露出了然的目光 姐真行 她偷偷在背后给我竖大拇指 不错 跟帅哥出门就是有面 我心情大好 对着她随便扯了个谎 便领着肖善往一号坑里走去 因而 我并没有注意到她越来越差的脸色 诺 这就是你的坟 我转头迎面便撞上肖善渲燃玉气的脸 你 她突然握住我的手 你不要我了吗 这是什么脑回路 我不是在帮她回家吗 我耐心解释 怎么会 我挖了你的坟 害得你无法进入轮回之中 我一直很愧疚 肖善缓缓道 所以你想送我入转世轮回 我点了点头 对 我虽然不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我可以把你带到目前 可我一旦转世 你我二人就再无可能了 她突然打断我 声音委屈 我挠挠头 话是这样说 但是我总不能耽误你吧 呼得 鼻尖传来细细的檀香 再反应过来 我已经被她紧紧抱住 我心甘情愿 她的眼神坚定 目光炯炯 透着一股子什么耽误不耽误的 劳子乐意被你耽误的味道 鬼使神差的 我轻声说道 肖善 对不起 头上一痛 那人轻轻敲了下我的脑袋 都说了 我心甘情愿 你就耽误我一辈子吧 远方传来一阵清脆的口哨声 小刘拎着手电 朝我俩晃了晃 两位小同志 这有监控的 脸上一阵燥热 我低头含糊道 知道了知道了 这就走 肖善试探地搂住我的肩 见我没有其他反应 突然低声笑了 微风浅犬 她的头发轻轻扫过我的手指 我心中一动 闭眼 任命坏了 这次真要砸她手里了 刚下过雨 院子的石阶潮湿 空气里弥漫着好闻的泥土味 一场秋雨一场寒 从盛夏到初秋 肖丹在尘世 足足待了三十三天 我半以在门口的柱子上 随手打开了一罐冰镇可乐 冷宁的水滴顺着指尖流下 一饮而尽后 我捏扁了罐身 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心里莫名有些烦躁 自和肖善正式在一起后 我总是感到失落和心慌 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性敬悲来 我从不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 可往后去看我俩的未来 总觉得前方大悟茫茫 什么都见不到 自古人鬼情未了的故事总是发生 白面书生爱上忧怨的女鬼 好色之徒被厌鬼勾了魂魄 最后结局都是寥寥收场 难逃人鬼殊途四字 所以 我和肖善的未来 一个贫穷的盗墓贼和哭包难鬼的故事结局会仁慈一些吗 突然楼梯处多了一片阴影 我转身看向拐角处 肖善穿着干净的浴袍 慵懒地向我走来 他的头发没来得及吹 发丝上还挂着水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疑心 他的脸色似乎比之前更加苍白了 玲玲 我侧过身 嗯 我要离开了 我一下子跳起来 为什么 肖善低着头 眉眼藏进阴影里 地府那边出了点事情 拘魂市最近总抓错人 我需要出面处理这件事 我故作大方 大手一挥 去吧去吧 工作重要 下一秒 肖善便化作一缕青烟 不见了踪影 这就走了 我有点委屈 鼻子猛地一酸 没有告别什么的 抱一下也行呢 我呆坐在沙发上 心里空落落的 不好受 肖善来得突然 离开的仓促 就好像这一个月的时光 只是个梦 我看着木制地板上慢慢消失的水滴 心里堵得慌 肖善真是存在的唯一证据 也要消失不见了 肖善离开后 我才意识到 短短一个月 我竟然早就习惯了它的存在 早起在没人在喊我起床洗澡后 没了整齐摆在门口的肝拖鞋 下班回来 没有摆在桌子上热腾腾的饭菜 这时我才发现 我曾经的生活 看似没有它 却处处是它 冷清的屋子里 如今只剩下我和餐桌上枯萎的花 我甚至怀疑这是它出现 它的离开都只是为了让我看清自己的心意 故意耍的小手段 它想让我知道它有多重要 随便喝了碗粥 我便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许久未见的爷爷又一次来到梦中 老头子乐呵呵 满脸红光 乖孙 想爷爷了 我抱怨道 您这么久没理我 忙什么呢 爷爷挺起胸脯 满是骄傲 老头子 我最近在忙生意 最近开了个相亲公司 老头子我成法人了 我鼓掌捧场 哇 太厉害了 随即 我又搭了着脑袋 爷爷 您先别管别人的姻缘了 你大算爱情的火苗 马上要熄灭了 爷爷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我长叹一声 萧善离开了半个月 一点消息都没有 哎 爷爷 你知道他在哪吗 在忙什么 爷爷掐着手指 眼睛一翻 喃喃道 是到时间了 我疑惑道 什么到时间 我孙女婿再怎么说 也是个鬼 来往阳世本就好神 更何况 他在你这一待 就是一个月 我心里酸涩异常 所以他其实在硬撑着 爷爷拍拍我的肩 别想太多 那小子神通广大 死不了 我撇着嘴小声问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也没有他的地址 甚至连他的照片 也没有 他只存在我的记忆里 在此刻 阴阳相隔的思念和痛苦 无比的深刻 沉默片刻后 爷爷朗声道 乖孙莫慌 有缘自会相见 我刚想继续追问 回头却只见一片虚空 有缘自会相见 我仔细思索着这句话 所以 我们的缘究竟在何处呢 爷爷的话像是预言 两天后奇迹式地应验了 我终于和肖善重逢 只不过不是在车水马龙的杨氏街道 而是在牛头马面引路的奈何桥 肖丹身着官服 手拿花名册 身后跟着几个小鬼 他见了我 似乎比我更忙 肖善走路过来 四周鬼使纷纷让路行礼 他走到我面前 盯着我 我逃避着他关切的眼神挡着脸 我脸上滑了好大一条口子 左手骨折 掉在胸前 头发上还有半干未干的血痂 愁死了 肖善语气焦急 你怎么下来了 我淡淡地说 被车撞了 我死了 死得突然下楼买早餐时 刚要出门时 就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了出去 豆浆洒了一地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苦口婆心地安慰他 你我人鬼情未了 我早点下来陪你 咱俩正好在洗钱园 肖善并不理会我 只是快速翻动着手里的侧子 小声嘟囔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他转身呵斥身后的黑白无常 看看你俩干的好事 白无常头上的高帽扁了下去 弯着腰拿蒲扇挡脸 黑无常则在一旁连连赔礼 小人冲撞了大人的夫人 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将功补过 肖善脸色不善 却也没发作 只是挥了挥手 他的事情我亲自处理 他把手里的侧子一甩 拉着我的手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回到了他的住所 那间他曾承诺给我的望乡台旁的心房 我坐在那里 看着阳世的一切出神 我躺在病床上 脸上带着呼吸气 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 奶奶从乡下赶来 姑坐在病床边给我削苹果 隔壁床的大姨劝她别削了 她却固执地说 我得削 等乖孙醒了就能直接吃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 奶奶的头发竟然全白了 身子似乎也得曾经勾搂 我突然想起爷爷的话 要是没你这个牵挂 这个小老太太估计早就下来陪我了 不知不觉 两行青泪默默留下 我心里难受得紧 猴头堵着什么东西似的 发酸发胀 这时萧善回来了 我抹了把泪 强装镇定 怎么样了? 萧善坐在我旁边 一脸疲倦 半赏她才艰难开口 你阳寿未尽 是拘魂时搞错了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真的 她见我开心 也不由自主地笑了 一双桃花眼 仿若溶尽三千秋水 看着她的眼睛 我愣了一下 萧善她虽然惊讶于我的死心 但她心里应该也会有一丝欢喜的吧 本来要阴阳相隔数十载的爱人 终于可以团聚了 这多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事 虽然相聚在地下 却也终于没了生死的隔阂 可如今却发现 哈比安定只是个大乌龙 失而复得 又得而复失 自己还要亲手把尽在咫尺的她送回阳间 我抱住她 轻声道 你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她拿脑袋蹭着我的脸 有点我试探道 那我留下 她斩钉截铁不要 萧善扶着我的肩膀 正色道 你刚二十八 还有大好年华 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 把你留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去 玲玲 你还得留在凡尘发光发热呢 我捧着她的脸 问出了她曾经问过我的话 你舍得我走 她比我坦荡 不舍得 可是我只要远远看着你 就心满意足了 你在阳间好好地活 我会在这儿保佑你的 萧善摸了摸我的脑袋 像红小孩似的 现在咱们该出发了 又到轮回之所 热闹非凡 飞禽走兽 痴媚亡凉 滔滔奔走在轮回路上 萧善轻声为我解释 拘魂使寇 留错的鬼魂皆在此处还阳 你从那里跳下去 等恢复意识后 魂魄元神自然会归位 我捏了下我的手 笑着看我去吧 我往前磨蹭了两步 猛然想起什么 突然转身 我看着萧善 慌乱地说 你在地下 不许爱上别的女鬼 她扑哧笑出了声 好 我称怪她男鬼也不行 她无辜贪手 这么不信任我 她靠近一步 凑到我身前 我的脸紧贴着她紧视的胸膛 那你给我盖个章吧 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 我耳朵热得厉害 将了好一会 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我年纪不小了 萧善笑着握住我的指尖 眉我大 我头更低了 我工作清贫 萧善 我就喜欢朴实的姑娘 我摸着脸上的纱布 哑声道 我脸上有疤 丑死了 萧善握住我的手 俯身吻上了指尖停留的地方 我不懂没丑 我只知道她顿了顿 盯着我的眼睛 斩钉截铁道 我喜欢你 我抬头看着萧善 她眼睛深邃 如同波澜不惊的水面下暗藏的漩涡 仿佛要把人的魂魄吸走 半嗓 她颤抖着声音 灵灵 我等你 我点脚吻上她的额尖 轻轻落下印记 我也等你翻外 我在地府飘荡百年 掌管阴曹司的大小事物 人人尊称我一生大人 有新潮的年轻鬼会叫我领导 可我不叫这个名字 我叫萧善 更早以前 我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大黄 十年前 我前往阳氏办案 却被人算计 失了法力 屋漏偏逢连夜 我被遗忘在一个小巷里 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一只奄奄一息的大黄狗 鬼在阳氏只是一缕幽魂 看不见摸不着 魂魄在一旦暴露在正午的太阳下 不到半个时辰便会魂飞魄散 我心一横便附到了它身上 一瞬间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随后就是撕心裂肺的疼 这是只病狗 残狗将死之 狗 腿是薄的 眼是半瞎的 身上还有烟头的烫伤 我躺在垃圾桶旁边 感觉生命在一点一点地逝去 耳边传来脚步声 细碎焦急 我眼睛亮了起来 尾巴不觉地缓缓摇动 是有人来救我吗? 随后额头猛地一通 接着铺天盖地的石子砖头 雨点式地朝我砸来 弟兄们 这有只死狗 遭人闲的瘟狗 打死它 哪个下手最狠 我就请它上网把大那些声音稚嫩清脆 约摸是十一二岁的少年 榴莲阴阳百载 我早就习惯了人性的种种丑恶 可是顽劣的恶童尤为让我失望 我眼神暗了暗 身上的伤口在雨中如灼烧一般 我费力地动了动爪子 发现完全没有力气 只能笨拙地喘着粗气 看来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干什么呢? 一声大喝 如天神下凡 小混混 鸟兽聚散 快快逃跑 听声音是个小女孩 不过她们似乎都很怕她 她一定很勇敢 很强壮吧? 我心里突然闪现出一个肌肉女侠的样子 眼前渐渐清明 我眯缝着眼 隐约看到了那个女孩的模样 她并不高大强壮 甚至有些营养不良 厚重的刘海挡住她的右眼 头发根根直立 像只炸毛的小狮子 彼时我并不了解阳世的潮流变化 只是单纯以为她的右眼是残疾的 也是个善良的可怜人 我心里默默感叹 我朝她友好的摇着尾巴 发出撒娇的乌叶声 她柔软的手轻轻抚摸着我打结的毛发 变魔术似的掏出了一个火腿肠 慢点吃 她的声音很轻很轻 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哎 原来你是只小黄狗啊 她很惊奇地翻看着我部分干净的毛 发出惊呼 随后她笑了 满意道 那我就叫你大黄吧 玲玲回家吃饭了 别摸流浪狗脏 玲玲高声应了一声 然后转过脸 声音温柔 你乖乖地在这儿 一会儿我带你看医生 她将外套遮在头上 将伞撑在我的旁边 独自跑进雨里 帆布鞋肆意地踏着水坑 见起一朵朵飞扬的水花 透明的雨伞映着模糊颠倒的城市 体力恢复 我幻化人形 撑着那把略小的雨伞 孤独地立在雨中 望向它离开的方向 过了很久 落鹰纷飞 阳光洒落 巷子里只剩一把孤零零的雨伞 躺在泥泞的小路上 很多年后 我再次回忆起那天 很多细枝末节都已经模糊 我只记得那天的雨很大 而它的伞向我倾斜 不由分说 后来我继续当我不苟言笑的大人 逐渐遗忘曾经的名字 我以为我与它再无可能 直到有一天 有个老头兴冲冲地推开我家的大门 老肖 你要老婆不要她甩着一张泛黄毛边的照片 那是一张大头贴 上面闪着炫彩的三个字 忘了爱 我抬头再次对上她的那一只清澈的左眼 忘了爱 忘不掉的我心想